您觉得这个王瞳老师 是站在相声舞台上更舒服点 还是站在话剧舞台 相声剧舞台上更舒服点 我认为他都不太舒服 李丁你这么挑事 我可记得了 我没有挑事 我觉得这么着问英俊 因为他们俩不好自己夸自己 我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 彤彤和隋风的相声呢 有别于我们那个 传统相声的那种捧斗之间的关系 他们自己给规划和设计的 非常有意思 其实你看不出他们俩 谁是逗谁是捧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的这种划分呢 其实也是对我们相声表演的一种革新 而且他们俩革新的不出格 对 非常到位 这个很好 那几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录的团 我是1978年进入了天津曲艺团 1986年到了中国广播艺术团 我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演员 因为我在天津的时候呢 我就陪伴在马三立 郭荣启 长宝廷 白拳福 苏文贸 李博祥老师这个身边 都是大艺术家 正好到了北京呢 又围绕着马济老师 郭拳宝老师 就在这个团里成长起来 所以说我很幸运 那您觉得是广播双团好还是天曲好呢 这就是一个发行地和一个发扬光大地方 有你有我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嘿 太棒了 要不是老前辈了 你看化解得多好 王徒老师是哪年 王徒老师是哪年 正式调到广播艺术团是08年 哦 08年 我是2011年从全总红团调到广播 调到广播团 对对对 你觉得是全总好还是广播好 那当然了 你回不去 没别的事 李卓 你说是我们天津卫视这个平台好呢 还是你们广播团好呢 对呀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哎呀 太好了 掌声在哪里 哎呀 姜俊 没错吧 太棒了 相声演员它会有一个特点 就观众一笑啊 或者现场有点什么 现场的包袱要出来了 他还跟观众说话 这个话剧舞台 或者咱们这相声剧舞台上 怎么去克服这个呢 不允许 要把这个都克服掉 所有的在其他舞台上的一种习惯 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剧情面前都要屏蔽掉 演了一个真实的我 他是谁就是谁 需要一定的功力 其实我觉得好演员 好的艺术家 就像刚才王瞳说那对 你在台上 最难的是你没有台词的时候 你又要保持你的情绪 配合有台词的演员 还有一个最最难的 做到的就是度 你不要缴了别人的戏 人家在表演你没有词 他会做一些小动作 来干扰别人的表演 我认为这是最失败的 我觉得傅强老师 这个自我检讨做得还是挺好的 我干扰得非常成功 我差点觉得是在说我 其实我特别想参演 李丁没法演 没法定角色 对 他一牙一乐 就就就完 一次那牙就全完了 其实我就说了 咱们团没有参演的 可能是因为外形上 有一些问题的 可能上台会搅戏的 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演员 谁啊 我们掌声有请 方清平 有请 好了 有请灯光师把光都关了吧 人家自带着光来 来来来来 来 方姐 你好你好 方姐 方姐 方老师刚才他们说 这戏里可没你 是没我呀 要我上了 就都看我一人了 他们就白搭了 真有自信 那真得关灯 对对对 你怎么今儿穿得 跟老太太似的 你一打罐 你别人就破了呼噜个脚 哈哈哈哈